跟大家分享最近一位派友被骗派币的真实案列 这些骗子会告诉你 他们可以先汇款给你 然后提议以高价购买你的派币 如每个派币23美元 当你追问细节后 骗子会以封闭主网阶段无法交易为借口 引导你进入一个虚假的加密钱包页面 这个页面非常逼真 仿佛是派Network的官方网站 但实际上是为了获取你的助记词 从而窃取你的财产 而这也是封闭主网的好处之一 因为封闭主网阶段遭遇了派币被骗的情况 你可以向派项目方报告 然后派项目方知道 可以封锁那个骗你的派币的钱包地址 然后将被骗的派币返还给你 大家好 我叫小轩 那么这期影片 小轩我为大家收集了三个派币的新资讯 让大家知道 近期派币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或知道的消息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 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 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去年大约10月开始 BSC News就开始写关于派Network的文章 虽然中途有点跑题 不过最近的质量和观点也越来越好了 OK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篇由BSC News的作者Utila Hope写的文章 这里说派Network延迟主网上线的原因有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关于KYC 这里说参与KYC的人数太少了 那我们都知道派的KYC是维护派网络正确性 公平性和安全的重要命脉 毕竟KYC流程对于防范欺诈活动 身份盗窃和其他非法行为非常重要 那么在今年2023年派2日时提到 有560万人通过了KYC 与最新的活跃先锋总人数4700万所占的比例 大约只有十分之一 然后第二是派Network需要彻底地进行测试 并达到最佳化 派节点是派Network未来是否成功 与永久存续的最重要关键之一 相信我们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派Network会像Selona的 锻炼或是各种漏洞发生吧 所以安全与稳定的网络 也是对我们资产保护和去中心化的保障 不过小轩我个人观点而言 还有一项是相比上述两个技术面问题更困难的 那就是实用性生态的建立 这是要改变大众的想法和使用习惯 如何将先锋们由外在因素强化 转变为内在因素将会是一大挑战 而实用性生态是否完整 也取决于派项目方的认知 那么这篇文章的最后说 派Network的开放主网推出延迟 可以归因于各种原因 但已完成 KYC验证的参与者数量较少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 小轩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这篇文章最后的总结 这里说 尽管主网延迟可能令急切的参与者感到沮丧 但派Network必须花费时间 来确保成功可靠的开放主网推出 这是为了确保 在主网推出时能够取得成功 并保持长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这里小轩我想大家说一说 关于派Network还不开放主网的好与坏方面的个人观点 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个不好的方面 那不好的方面第一肯定是信任受损 因为如果什么时候主网上线的原因不清晰或解释不足 可能导致用户对项目方的信任受损 缺乏透明度可能引发猜测和质疑 尽管派项目方之前已经提到了封闭主网的原因 也提到了完成什么目标就可开放主网 但缺乏明确的关于何时可以开放主网的具体条件 仍然会引发一些疑虑 第二是市场竞争 派Network的主网推迟 可能让其在竞争激烈的区块链领域失去一些竞争优势 因为其他项目可能会在此期间推出或发展更快 从而吸引投资者和用户 然后第三是投资者不安 这里指的投资者也包括商家或者接受派币的实体店 比如说投资者本来打算投资在派Network上 但是看到派Network推迟主网上线可能会引发他们的不安情绪 他们可能会担心项目的进展速度较慢或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部分投资者失去对项目的信心产生怀疑 他们可能会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要将资金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或者会转向其他更有吸引力的投资选择 而且这种投资者不安情绪可能会对派Network的声誉和项目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对于项目的成功非常重要 所以派项目方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来稳定投资者的情绪 例如提供更多的信息和透明度 向大家解释项目的整体计划和未来发展前景 总体而言派Network延迟主网上线既体现了派项目方对安全和规和质量的重视 也可能引发一些市场和社区方面的担忧 所以如何平衡这些方面以实现项目的长期成功 小萱我认为是派项目方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那么说完三个不好的方面 接下来小萱我和大家分享三个好的方面 第一肯定是安全与合规 派Network推迟主网上线 部分原因是通过KYC的人数较少 这显示了派Network对安全和合规的高度关注 确保只有经过验证的用户才能参与网络 防范欺诈、盗窃和非法行为 第二是质量优先 因为派Network的推迟主网上线可能是为了彻底测试和优化网络 确保在正式上线时网络稳定、高效 这一举措彰显了项目方对于产品质量的极为重视 他们并不着急推出未经充分测试的产品 正如小萱我刚才提到的Selana的案例 因此质量的优先考虑对于确保项目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 第三是用户参与度 尽管主网推出被推迟 但用户仍然在KYC流程中积极参与 这显示了用户对项目的兴趣和支持 有助于建立更强大的社区基础 第二个消息更新 派T恤奖励 大家还记得派2日的实用性挑战任务吗? 派2日的实用性挑战任务吗? 只要完成所有任务 就有机会抽取到一件派2日纪念T恤 那么500万参与人里面只有50人拿到 那么如果得奖的派先锋 你的派App的主页会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前往派App首页查看 就知道自己是否幸运中奖了 第三个消息更新 提防两个派币骗局的真实案例 派Network上的诈骗越来越猖獗了 最常见的有域名欺骗 还有助记词钓鱼网页等都要小心提防 另外也要避免下载那些没有被研究过的手机挖矿App 例如你根本不知道项目方是谁 以及背后的技术等 有许多先锋被盗取派币 这些先锋也都坚称自己没有误入其他网站 但共通的点就是有些挖一些仿冒项目 经过和其他的派先锋讨论 也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所以大家千万别随便下载那些手机挖矿的项目 不要被别人所谓比派Network更好的说法所迷惑 而没有进行充分研究的情况下就匆匆去下载 不了解项目的情况下 盲目行动可能会暴露个人信息和资产于风险之中 大家要特别警惕 因为很多项目都只是在模仿派Network 可能会存在风险和欺诈 而且就算是免费挖矿的App 但在我们投入时间在一个项目之前 务必做好自己的功课 对项目有充分的了解和判断 确保自己的财产和隐私安全 记得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 然后小轩我再要跟大家分享 另一个最近小轩我听到的高价收帕币的骗局 首先这些骗子会告诉你 他们可以先汇款给你 然后跟你说可以跟你买23优 然后你问完所有问题后 这些骗子就会贴一个文说 封闭主网阶段不能买卖币 你要加密你的钱包 然后叫你用Pi浏览器开一个网址 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像PiNetwork的网站 你点加密钱包后 就会出现贴入助记词的画面 如果你贴上去的话 那真的恭喜你了 所以大家记得要小心 别上当哦 其实说到这里 小轩我不得不说 PiNetwork封闭主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其实封闭主网有许多潜在的好处 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也体现了中心化管理的一些优势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比如说 如果你在封闭主网阶段 遭遇了Pi币被骗的情况 你可以向Pi项目方报告 Pi项目方知道后 可以封锁那个骗你的Pi币的钱包地址 然后将被骗的Pi币返还给你 这种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护用户的利益 防止欺诈行为 从而提升整个网络的信誉 从一些人的角度来看 这些好处对一些人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对那些被骗Pi币的人来说 这些好处确实非常重要 每个人在关心的事情和优先考虑的因素都可能不同 所以封闭主网所带来的好处 对于保护用户权益和项目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能够建立信任 增强安全性 以及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在项目的长期成功和社区的健康发展方面 这些好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除了安全性 封闭主网还可能有其他一些难以察觉的好处 例如 它可以帮助项目方更好的监控网络的运行情况 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问题 同时封闭主网阶段也有助于项目方集中精力发展生态应用 确保在主网正式推出时有更多有价值的应用可供用户体验 所以尽管封闭主网可能会引起派友们的一些疑虑或者不满 但它实际上在保障用户权益和项目稳健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如何保护自己拍臂的方法 以及想要知道更多关于防范骗子的方法 就一定要观看这部影片 OK 那么这期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